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 和小鹏和于成东之间的AEB之争 到底是在争什么 这场争论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商业逻辑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争论的起因 最近几天AEB成为了车圈的热词 原本是和小鹏和于成东之间的技术争论 逐渐演变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热门话题 和小鹏一句不知道他急什么 更是让这场争论瞬间增添了不少火药味 那么AEB到底是什么呢 AEB全称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 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指的是一种在可能碰撞的场景下 自动刹车的安全系统 它是车辆主动安全功能之一 也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AEAS的重要功能之一 简而言之 就是车辆检测到前方可能发生碰撞时 主动刹车避免碰撞 例如突然横穿马路的行人 它主要用来弥补驾驶人观察或反应不及时时 对车辆做出更快的操作反应 国标规定 配备AEB的车辆需做到速度在30正负2公里 每小时时不碰撞静止物体 速度在50正负2公里每小时 不碰撞速度为20正负2公里每小时的移动物体 以及不碰撞同速的正在减速的制动物体 即视为合格 目前不少搭载AEB的车型大多 只能在时速50公里左右也能触发自动刹车 如果在时速8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就很难发挥作用 但在近两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狂飙中 各种功能配置被车骑反复升级改造 以求获得竞争优势 于是AEB成为了竞争对象之一 在今年9月发布的问戒心M7上 华为发布了全项防碰撞系统 称问戒心M7能够实现前项 侧项和后项主动安全 以及可以做到最高时速90公里的AEB自动紧急制动 可以看到问戒心M7宣称的AEB能力遥遥领先国标 更重要的是问戒心M7的内核卖点和小鹏G6打了个正着 制驾 于成东说问戒心M7将在今年底开通全国无图制驾 全国都能开 而小鹏G6则表示 XNGP系统已在全国范围内具备支持城市制驾的技术能力 根据数据 问戒心M7制驾版占总订单数的60% 小鹏汽车则表示 小鹏G6 MAX版占G6总订单的70% 毫无疑问 两家公司在制驾上取得了远超同行的订单水平 虽然问戒心M7制驾版售价超过30万元 且是增程式车型 与小鹏G6最高售价不超过28万元 且为纯电车的定位并不产生直接冲突 但在产品之外 抢夺制驾定义权才是AEB争论的根源 小鹏和华为是中国制驾方案的头部品牌 和小鹏和于成东的争论是制驾方案在舆论战上的一次体现 就像iPhone是智能手机的代名词 英伟达是显卡的代名词一样 制驾也需要一个标的 需要一个提起制驾就想到XX的品牌标签 海外或许是特斯拉 但在中国显然它还没有定论 因此这也给了华为小鹏们机会 谁的制驾方案更优秀 谁卖的制驾车型最多 谁就能占领用户心智 并牢牢将制驾与品牌结合在一起 而问借新M7和小鹏G6 都是今年下半年才上市的新车型 谁都没有确定自己的优势地位 于是舆论战成为了两者竞争的战场 事实上在这次AEB争论前 和小鹏和于成东就已经不止一次隔空互对了 只是过去都没有如此激烈 今年4月16日 华为发布ADS2.0时 于成东极力宣传华为高阶自驾的优势 和新势力特斯拉相比 我们遥遥领先 同一天 小鹏汽车发布SEPA20扶摇全局 智能进化架构 和小鹏同样表示 小鹏智能驾驶遥遥领先 即使是特斯拉FSD在美国的表现 也不如XNGP在中国的表现 在制驾分出胜负前 遥遥领先 甚至也不免经历一番争论 毕竟和小鹏和于成东都是管理人员 并非一线汽车工程师 两人都难以达成共识 获得出确切结论 商业史上 两家头部企业互殴的案例不在少数 十年前智能手机市场 无论是在言语上 还是竞争策略上 手机厂商们都大胆的多 和小鹏和于成东的争论 最受影响最大的可能不是小鹏和华为 而是其他车企 正如那句 加多宝和王老级打架 没得确实和其正 小鹏和华为的竞争会更加放大 两家车企的声量 无论谁赢谁输 他们的关注度和传播度 都远超其他品牌 进而抢占用户心智 这也是其他车企 不能坐闭上关的内核所在 腾市销售事业部总经理赵长江 也趁势在发文称 腾市汽车可以坐到 时速80公里的状态下 启动AEB 明年坐到时速100公里 哪吒汽车CEO张勇也在表示 AEB场景的复杂性太高 要做的好难度确实很高 需要极大里程和样本量的测试 可以看出 AEB争论已经引起了 整个车圈的关注 不少车企都在积极展示 自己的AEB能力 或者是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也说明 AEB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个市场问题 一个品牌问题 那么和小鹏和于成东之间的 AEB之争 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呢 谁会成为质价的代名词呢 这些问题 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和分析 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和我们一起讨论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